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 感谢大家收看英雄弱点第三期李白篇 李白的呼声真的好高啊 其次是猴子和点尾蓝灵王等等 那么本期先出李白 喜欢玩李白的玩家呢 可以根据本期的弱点得以精进李白的技术 李白这个英雄也算侠武比较秀的英雄之一了 而且也是最热门的英雄之一 多次削弱后出场率还是一直居高不下 非常强势 频繁刷新大招也是主要的攻击手段 不过比较依靠装备等级 四级前的李白还是比较弱势的 先了解一下李白的技能机制 然后开始找到他的弱点 被动可以累积剑气 累积四层可以提升自身攻击力 并且解除大招封印 每次攻击和一技能都可以积累一层剑气 解除大招可以持续5秒 攻击坚持物并不会累积剑气 可以通过野怪或者小兵积累剑气 从而解锁大招 也可以直接突进到目标身上 快速触发大招 李白的一技能可以突进两次 再次释放可以回到原地 突进时可以眩晕敌人0.5秒 临时中断敌人操作 这个技能是李白可以频繁消耗 快速杠卡的神技 熟练拥用此技能 也可以将敌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不过一技能的起始处 也是李白致命的弱点 二技能也是李白一个神奇的技能 原地化缘步出剑阵 对范围内敌人造成高额伤害 如果敌人触碰到剑阵边缘 就会再次受到高额伤害 并且被减速90%持续1秒 同时敌人会被减少持续3秒的高额物理防御 释放该技能期间的李白不会被选中 有一瞬间的无敌状态 可以使用此技能去限制敌人的走位 达到留人的效果 突进过去放大招之前 开启二技能可以提高击杀的成功率 李白也可以通过二技能去躲避致命伤害 和远程大招和防御塔的伤害等等 大招可以对指定范围进行五次斩击 期间无法被选定 如果同时命中多个英雄 就会衰减大招的伤害 每个英雄衰减15% 最低衰减为初始伤害的70% 熟练的英雄普攻和异技能触发大招 选择应用方面就非常简单了 李白的多位移技制可以轻松反野 在打野方面有几个英雄可以选择 首选刘备 刘备是近身贴脸的爆发选手 面对李白的突进可以轻松将其秒杀 并且李白突进时 刘备可以使用二技能将其撞飞 在李白僵直期间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就算站路 刘备的大招可以免一技能的眩晕 和二技能的限制走位 另一个打野人选是云中军 自身有免控还有开启大招的无法选定状态 李白只要赶来反野 就是一套贴脸圈踢 如果想跑就直接穿墙追过去 利用一技能快速俯冲继续追击 李白的多位移技能在云中军的流血状态面前 会加快自身死亡 再来就是盘夺 无论打遭遇战或者野区会面 李白面对盘夺只有跑的份 持续四秒的缴械可以让李白原地发展 无功而返 一技能快速追击和普攻的流血 李白的位移在他面前基本就是摆设 攻本五藏 四级后李白根本无法面对攻本 照面就是个二电一流跟着李白回歧视点 剩下的除了挨打 李白没有任何反杀他的可能 除非这个攻本是个新手 中路是李白频繁杠克最多的地方 因为离得近比较好抓 中路要时刻提防李白的突然出现 张良为天克李白的存在 只要敢来一技能往奖下一放 直接点大招 李白只有看着自己挨打 张良加强过后的支配能力 就是霸体和免疫控制的克星 现在还增加了优先级 和东黄大招一个效果 只要对面拿李白 张良选出来绝对没错 就算对面拿鱼也无济于事 根本解除不了张良的大招支配 射手方面能追着李白锤的也只有鱼鸡了 一个聪明的李白是不会去抓鱼鸡的 因为并不能做什么 刷了一套大招 别人压根不疼不痒 如果想用射手击杀李白 可以尝试公孙黎 一样是多位移选手 面对李白的二段突进 公孙黎又更多选择 可以逃跑或者调控自身位移的位置 躲避李白和他拉开距离 从而快速追击 达到反杀的目的 边路方面 只要不是太脆的 基本都不惧怕李白 其中能让李白最头痛的选手有几个 保护方面可以选择刘邦 李白出现的地方 刘邦直接起飞 可以让李白的杠壳直接失败 根本打不死 另一个就是老父子 李白一个突进 老父子直接开启大招即可 战路方面 李白面对老父子完全就是弟弟 中后期反打 也可以利用大招直接困住 放心绝对跑不出去的 坦克辅助方面一个东黄不用解释了 另一个就是白起 玩白起的时候 在开团之前就拖动好大招 大招范围在自己家C位身上 在李白突进过来一瞬间直接松手 绝对完全控制 等控制结束 李白的第三段位移时间也没了 最后一个是项羽 李白在突进期间 对冲撞技能是毫无办法的 只要李白一个突进 项羽可以像刘备一样 直接对着他冲过去 落地一个眩晕加大招 李白脆弱的身板直接残血 完全没有作用 不过要撞得够准 选择这个英雄要考虑容错率的问题哦 下面来到装备推荐环节 中单方面肯定会跃 这个不用考虑的 在关键时刻开启 可以躲避李白的一切伤害 今生期间可以做出应急措施 射手方面推荐雪魔之怒 还有鸣刀 雪魔可以增加自身坦度 并且血量低于30% 可以获得一个最大生命值30%的临时护盾 另外就是护甲鞋子和不强征招 刀额的防御力和免疫15%的普攻伤害 这双鞋子是首选 不强征招可以完全站入李白根本不虚 最后总结 李白需要前期顺滑的过渡期快速到达四级 所以开局必须骚扰 如果你反的是蓝而他是红开 那就最大限制的去击杀他的野怪 压制他的等级和发育速度 李白在中后期频繁消耗的时候会高频率使用1技能 所以李白来了不要原地看着他打你 找到他的落脚点开始蹲守李白 落地就是一套技能 此时的他是非常虚弱的 蹲守李白这个套路永远不会过时 然后就是在中后期必须快速把野去清光 特别是野猪和狼 不管是对面的还是自家的都不要留 谁拿都可以 防止李白使用野怪刷大招 李白如果突进过来开启二技能 切记比较慌张 一定不要触碰李白的二技能边缘 如果可以就交闪现 防止受到二次高额伤害和后续的破甲效果 这样会死得更快 如果没有闪现就在圈内吃掉他的大招 不碰圈不一定会死 碰到圈了就绝对会死 破甲效果在中后期已经高于不祥争招的防御效果了 满阶二技能可以削减475点防御力 这个圈千万别碰 选择英雄不要按照自己的性子来 合理的选择对的英雄 往往能起到出其不一的效果 好的 那么第三期李白弱点就说到这里 不管你是玩李白的还是惧怕李白的 相信都有所收获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下一个英雄 票数最高者先出 好的